2023夏季就要到了 你还记得 2022年夏天 在百姚路上直接被烤熟的生鸡蛋吗 那是突如其来的高温席卷全球 大得人类措手不及 有人甚至表示 待在家里啊 还不如去撒哈拉沙漠避暑 好当然 这显然是玩笑话 如今的撒哈拉沙漠 作为全球最大的沙质荒漠 曾入选地球上 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榜单 去了别说鸡蛋 估计连你自己都得被烤熟啊 但你知道吗 真是这个在当下十分可怕的存在 给人类提供了许多惊喜 它曾孕育过繁荣昌盛的远古文明 还曾拥有一片 让亚马逊森林 都会感到极度的茂密植被 撒哈拉沙漠有什么发现 2020年 Plos One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示 在利比亚西南部的一个叫做 Taka Kori的岩石岩体中 发现了大量的一流物化石 来自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研究人员 对该岩石岩体的 17000多个动物遗骸进行研究 发现其上有被人类烹煮和食用的痕迹 通过对遗憾年代测定物种分类 科学家称 这些化石显示了古人类 从鱼鱼为主要饮食 变成鱼羊和牛等陆地动物 为主要饮食的过渡过程 有专家认为 后期这些人类对驯化牲畜的引入 可能就是加剧撒哈拉 从绿洲变沙漠的原因之一 那么 人们是如何发现 撒哈拉沙漠在上万年前 是个绿色天地的呢 小伙伴们可以先点个赞 咱们接着往下聊 撒哈拉沙漠地处非洲 东西北三方都临近洋海 算是在水边成长的了 这里虽然被称之为是沙漠 但并非是大家固有印象中的 黄沙漫天 相反 这里囊括了黑白绿红黄 五种颜色的沙子 组成较为丰富 再加上气候极其恶劣 面积堪比美国国土 地貌丰富 有著名的理查特结构 也被称为撒哈拉之眼 因此吸引了不少探险者前来探险 约翰海英里希巴特 就是其中之一 1857年到1858年 巴特发表了名为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Earth and Country Africa》的旅行记录 里面写到 他在1850年穿越撒哈拉沙漠时 发现了一些岩画 包含了各种鸵鸟 水牛 甚至是人类等生物 由此 这部作品在此后 成了证明撒哈拉沙漠 才是西树草原的第一个证据 后来相继有人来到这里 相较于巴特发现的异语 这里人发现了大胆的壁画群 其中以1956年 亨利·罗特带领的法国探险队 最为人所知 因为他们在离开这里时 拍了大量的照片 还复制了不少壁画 画面信息社区总面积 约为11600平方英尺 壁画的面试 引起了考古学的轰动 大量的科学家 以及考古学家清朝二处 想通过研究壁画 来获取过去非洲文化的信息 依据发掘到的各种生物化石 以及这些银画的内容 研究人员将其划分为了 黑牛 黄牛 水牛 奶牛四大时期 并且根据有机物的辐射测粘法 确定了大约在上个冰河时期 撒哈拉沙漠还是郁郁葱葱 到处生机勃勃的一片绿洲 在这里有持工艰的猎人 端座的少女 急持飞奔的羚羊 灵动的长颈鹿 满含的野牛和大象 甚至还有个体庞大的 河马和鳄鱼等 根据国家地理资料信息显示 如果将撒哈拉沙漠更绿 更像大草原时 动物和人的非凡图像 被抛在脑后 河马和鳄鱼的雕刻 能直接被作为气候潮湿的证据 在12000年到67年以前 这里生活着 以狩猎采集社会为主的古人类 他们首先制作了岩石艺术 将当时的生活景象 都留存了下来 后来人猜测 这些岩画是由不同时期的人类所刻 他也反映了 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下 人类是如何适应生存下来的 当然 如果你觉得这些岩画可信度不够 也可以看看这些年 科学家对撒哈拉周遭地理环境的 考古研究 像在2010年 第一只学家就在尼罗和以西约402公里处 发现了大量鱼类化石沉积物 根据对这一篇测试的雷达数据 他们将其当作湖泊最高海岸性的海平面标志 显示这里曾有一个巨型湖泊 甚至包括上文提到的古人类食物化石 也能证明这一点 那么 既然曾经这里如此有生机 最后又是如何变成今天这副模样的呢 它未来还有机会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吗 还有机会再变绿吗 关于撒哈拉存在绿洲和沙漠两种模式的原因 除了上文提到的人为影响 大部分人更加认可 地球地球倾斜角度改变这一条 美国宇航局格达德空间研究所的气象研究专家 加文史密特层表示 约在八千年前 地球轨道的倾斜度还是24.1度 如今却变成了23.5度 改变了太阳辐射穿透大气层的方式 这种改变过程啊 使得鄙视非洲气风气候随之发生周期性的改变 气风降雨强度和向北渗透速度收集控制 直接让当时极度干旱的沙漠变成了绿洲 而这一时期 人们将其称之为非洲湿润气 AHP 现在一般认为 最差造成的北半球中高纬度接受太阳辐射增加 是形成AHP的主要原因 在此期间 非洲气风降雨量至少增加了17% 若再加上海洋反馈 那便是50% 降雨量增加了 类似湖泊 河流 绿色植物等等 象征生机的存在 自然也会在撒哈拉逐一出现了 不过还是那句话 地球倾斜角度是在变化的 这意味着 这种现象并不能一直防止不变 美国加州大学凯瑟林约翰逊就曾表示 地球倾斜角度的微微变化 致使太阳辐射在渐变 季风减少以后 植被也开始渐渐消失 而这放在宏观自然世界上 就是景观的突然变化 即从绿色撒哈拉 直接变成了沙漠撒哈拉 而这只用了200年时间 本来按照非洲湿润期模式的循环周期 沙漠与绿洲之间的转变 每23000年就会发生一次 且在非洲大部分地区 曾经的湖泊水为数据 都表明了 这种模式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普遍性 这意味着 绿色撒哈拉 在未来是很有可能回归的 但是未来无法预测的气候变化 却模糊了这个回归结果 如今人类活动导致的 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致使全球气候变化失控 谁也不能够肯定 这些温室气体 会如何影响自然气候的循环 尽管按照海洋成记物的记录 下一次绿色撒哈拉 大约会在1万年以后出现 当然 在2018年科学杂志上 发表过的研究气候模式显示 如果人类在撒哈拉沙漠 修建大型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 能够增加降雨和植被 产生正面反馈循环 规模越大 反馈就越明显 可惜 该计划目前都未有进展 如果想再现绿色撒哈拉 估计还要等更长的时间 那么 各位看官觉得 这个项目有实施的可能性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